一位网友在凌晨写出一张北车地下街的照片 表示自己被关在里面 几分钟后却发出了一则无法理解的回忆文 道655876 这是他最后留下的消息 网友们便猜测他已经被鸟头人吃掉 相传鸟头人雕像会在夜晚开始动起来 一旦被他发现有落单的人 便用手中的铅笔将其杀害 北车连接着通往捷运、高铁 还有季节的各种的通道 往往也让很多人陷入迷路的窘境中 就在连接中山地下街N1出口的旁边 处理着一座装置艺术雕像 它有着全白的上人身体 头上带着巨大的黄色鸟头 右手拿着铅笔 还会有无止境的水 从头到下方流出覆盖全身 人称他为北车鸡人、鸟人、鸟头罗 最常见的称呼则是鸟头人 其实他真正的名字叫梦游Day Dreams 是由艺术家何柴楼和顾问泰 共同合作的作品 鸟人艾韦斯 是一名带着鸟头站在草原中的女孩 她永远都长不大 为停着流水覆盖全身 手上的铅笔永远会写出自来 创作者想表达的是 梦游停留在静止与流动之间 也寓意着现实与幻想 希望能透过梦游 让大家看到他时能停下的脚步 灰心一笑地做一颗短暂的梦 让忙碌的日常能够得到短暂的解放 在2016年9月 一位网友在Comica论坛发文 他在凌晨1点41分 贴出一张北车地下街的照片 表示自己被关在里面走不出去 询问网友该怎么办 网友们开始心灾乐祸 有的要他干脆在里头睡一晚 而有的却开始为言耸听 说地下街有杀人的雕像 当然有网友质疑 为何在这个时间点还能待在地下街 因为通常12点就会有人清场 不过在这之中 也有不少好心人 提供离开地下街的各种方法 有人要他报警 或者在监视器前挥手 向保全求救 也有不少网友指示他逃脱的方向 最后发文者决定自己寻找出去的方法 但有马出口贴决门已经落下 不然就是电梯断电无法搭乘 随着每一次的碰撞 他都会在论坛上贴出照片 将近凌晨2点时 贴出了一张标示中山地下街的照片 前面一片漆黑 他发文询问 呃...往中山的方向灯都关了 但好像能继续往前走 嗯...那我应该前进吗 几分钟后 却发出了一则无法理解的回忆文 道 六...五...五...八七六 这是他最后留下的消息 之后有许多网友开始回复说到 位于中山地下街和北车之间有一座鸟头人 要发文者小心鸟头人雕像 千万不要被他抓到 然而发文者却一直没有回复 网友们便猜测 他已经被鸟头人吃掉 或是进入另一个世界里 相传 鸟头人雕像会在夜晚开始动起来 游荡在迷宫攀的地下街 一旦被他发现有落单的人 便用手中的铅笔讲起杀害 替自己换一句新的身体 所以许多游民会失踪 都是因为被鸟头人杀害 有人说 地下街会这么容易让人迷路 全都是因为鸟头人的诅咒 又一说 是鸟头人诠释的 是早期的处记 握在手中的铅笔 代表着想要上学 不停地溜水 则是他的眼泪 在众所封印的腰穿地 曾被日本渔客票选为币区的指标 与自由女生并列了扭头人 驻离北车11个年头后 在今年7月13日 悄悄被撤下 台北当代艺术馆表示 创作者认为展品有需要维护的地方 所以决定撤下整理 展品之后会合去而冲 则没人知道 不过近期有眼睛的网友 发现鸟头人的去向 原来是到了日系眼镜店 根据粉专分享 先前在北车侧走的鸟头人雕像 被放置在中小敦画站 附近的某日系眼镜店中 是一名超爱鸟头人的总经理 直接向创作者买下 从此再也没有所谓的展览期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